中小学开学日延至3月1日 教育部假的确定2月25日开学 有媒体今天报道某县市教育局宣布中小学开学延后到3月1日 引发外界议论 教育部下午在官方脸书专业郑重澄清 高中以下学校开学日已配合新冠肺炎武汉肺炎 疫情研制为2月25日 网传3月1日开学为假消息 图结自教育部官方脸书 有媒体今天13日报道某县市教育局宣布中小学开学延后到3月1日 引发外界议论 教育部下午在官方脸书专业郑重澄清 高中以下学校开学日已配合新冠肺炎武汉肺炎 疫情研制为2月25日 网传3月1日开学为假消息 教育部表示 中小学开学日依法由教育部统一规定 非县市教育局可自主决定 108学年度第二学期的开学日确定为2月25日 且网传开学日为3月1日